博爱特区不仅仅是政治中枢 也是许多国内外观光客必有的台北景点 白云年来一直是政府机关集中地 因为是得天独厚的政治中心 所以许多老洋楼便得以保存 最著名的总统府 整栋建筑物一层一层紧密相连 结构严谨造型对称 设计精细 充分表现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 巴洛克式的建筑特色 走过百年岁月的台北宾馆 前身是日治时期的 受到明智卫星后 引进的西方历史样式建筑影响 台北宾馆有马萨式鞋顶 希腊山墙、罗马柱式和华丽的巴洛克风格雕饰 土地银行旧馆 有着古希腊神殿式的高耸筑列 厚重的石器墙 以及涡旋式雕饰 狮头伏刻及柱头的人面雕饰 雄尾中透着神秘色彩 监察院的入口处有六根圆柱围城门廊 上有弧形的露天阳台 拜占亭式圆顶 加上墙面的繁复文式颇具气派 两翼、卫塔和脚塔均为红砖墙搭配洗十字横带装饰 变化出文艺复兴式建筑常见的红白相间效果 台北市的博爱特区在民主时代早已蜕变成风华绝代的历史建筑特区 来到这里除了发丝骨之幽情 更可以体验异国风情 从不同的角度欣赏博爱特区